现在年轻的朋友买车呢 他们并不只是要车子而已 他们要的是一个智能化的使用体验 那么什么叫智能化的使用体验呢 也就是讲你可能可以用你的手机来控制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 Honda 也提供了这个 Honda Connect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可以使用的东西很多 它功能性也非常的广泛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 Honda Connect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首先这个 Honda Connect 我要讲就是它的使用者界面非常的 User Friendly 你可以去那个 Apple 的 App Store 看 它的评分非常的高 比起隔壁家的软件还要高 然后重点是呢 它很多的功能可以使用 最基本的功能 包括这个关锁 然后包括启动引擎 跟包括开灯 然后我相信你会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远程启动这个车子 如果讲今天你的车子 Park 在户外的话很热 那么在你上车前你先远程启动你的车子 给 Aircon 先制冷一下 那么你上车的时候就不会热死 当然这个是最 Backseat 的功能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 例如讲你打开这个 App 之后 它连接上系统 你就可以看到你车子的状态 例如讲呢 它剩下多少油啊 可以行驶多元等等 我几次应该要去 Service 我的车子啊 还差多少要 Service 啊 全部都会显示在这边 甚至你下一次 Service 的时候 车子到前它都会在这里显示 这个东西其实还蛮实用的 然后它有两点 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功能 第一个就是防盗功能 也就是讲你在 Set 了这个功能之后 在这个方圆两公里内 如果你的车子行驶超过这个距离 那么系统就会给你一个 Notification 通知你 你的车子被开走了 而且超速这个距离 当然当你的车子回到这个距离之后 系统也会给你一个 Notification 通知你的车子回来 这个防盗系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功能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如果今天你把你的车子接给你的朋友 你怕它超速 那么你可以在这边 Set 一个 Speed 里面 也就是讲你在 Set 了那个速度之后 你的朋友开你的车子超过那个速度 它也会通知你的朋友超速哦 那么时候如果中三万的话 你就可以给它 Climb 了啦 如果讲你以为这个就是全部的功能 那你就答错特殊了 它还有很多很特别的功能 例如你的车子 Park 在哪里你不懂 它有这个 Find My Car 功能 可以帮你找你的车子 然后它可以帮你找最邻近的 Dealer 可以帮你找邮站 可以帮你找 ATM 可以帮你找便利商店 最重要的是哦 如果想见你的车子真的是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 你需要援助什么 它这边还有这个 Emergency Call 的功能 有24 小时的这个拖车服务 有这个保险服务 然后你也可以 Call Dealer for Health 然后甚至还有 Emergency 的 999 号码 你可以直接联系相关单位来帮助你 所以这些功能都是通过一个手机应用程序搞定 够不够智能化 其实很多人已经告诉我 他们使用这个 Honda Connect 功能过 都还蛮喜欢的 在之前我试驾 Honda 的车款的时候 我也有试用这个功能 讲老实话这个功能确实很实用啦 现在呢 Honda 大部分的车子都 Provide 了这个功能 如果你的车子 support 这个功能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啦 总之也好 文字幕志愿者 网